半颗凤梨撒入大分量小碎冰 豪迈淋上烈乳 加上冰镇水果点缀 现切金黄色芒果不啰嗦 直接网上堆 终于开放内用 迎接父亲节档期 连搓冰店都绞尽脑汁 搞创意吸引客人 结合了拉拉山的水蜜桃 跟当季的芒果冰 把它弄上去冰品上 降维二级的时候 有慢慢回来有大概四五层左右 一直都很喜欢这个地方 然后就想说父亲节过来放个假 这四天是想说避开那个人潮吗 对对对 警戒建为二级 餐饮为解封 冰店人流降载 梅花座基本配备都没少 而为了备占团客订单 大型餐厅防疫更是不马虎 把团体客人安排在这个包厢里面去用餐 然后在司机导游领队的部分就在这边 也是一样用隔板的部分 让他们用餐 楼上原本的承载量最大是160人 那我们按照我们每桌四人的话 只能够顶多12桌 然后乘以四位 等于48位 所以我们大概是以接到48位为主 而且时间点正好是8月8号 父亲节档期 禁令松绑 订单也跟着 大爆增 目前我们只开放五六日这三天的午餐跟晚餐时段 让客人可以内用 那其他时段的话就是只是还是提供外带的服务 预期在五六日其实也是目前预定的状况都是满的 那如果客人如果没有时间做预定的话 可能到我们现场就必须要再等候一下 想要充业绩自然也要够优惠 逐渐火锅推出期间限定内用吃到宝88折 小自主的最爱玩归致面 88节当天内用消费满250元就达85折 就连连锁餐厅胡须章内用大碗卤肉饭 原价85元特价69元 备战88节各大餐饮业者 卯足全力先抢先赢 环宇新闻 陈炎卫林伟 徐玲嘉倩 台南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